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应运得胜必顾 我们善根少了 福德少了 去不了 善根福德是什么呢 善根是能信能解 这是善根了 福德是什么呢 是能行能证 换句话是 真正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的人 那个人有福啊 那大福报啊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啊 以为这个世间富贵就是福报 不是的 富贵你在世间能想起你 纵然你活到一百岁 也是一坛值就完了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福笑完了 你在这一生当中 有没有继续修复 如果要没有真正修复 来一生的佛报 比这一生就差很远了 如果 向福当中造作罪孽 也很容易躲善过道啊 那是多可怕 这个人念佛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 无量寿啊 生到极乐世界 做阿维悦志菩萨了 建一切佛 你说谁有福 可能这个念佛 生到极乐世界 是个老太婆老阿公 也不认识字 贫穷 贫贱之人 就是说 他在社会上没有财富 他也没有地位 他到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这能跟他比吗 这些都是真正的事实 佛法里面所说的 没有虚假的 遇不到 我们有这个缘分 那就没法子了 这三个条件 善根福德因缘 你看因缘我们有了 我们遇到了 得人生遇佛法 遇到大臣 遇到净土 语言具足了 能不能成就 能不能成就 就看自己的 善根福德 三个条件 统统拒出 没有一个不成就 善根福德 过去生中修的 过去有因 纵然 纵然怎么 善根福德不够 如果这一生的 语言殊胜 很容易 都把它 补足了 它叫补习吗 都能把它补足 那这个语言 就是天津文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